先议员黄欣针对极安地区重大建设 在县镇总质询提出多项建言 包括双轨高架化 北昌村停车位不足 滨海路还有中原路排水问题 向花莲县政府提出质询 先议黄欣表示 上年多年来针对大极安地区 铁路双轨高架化 滨海路和中原路排水问题 以及北昌村停车不足等议题提出质询 因为这次我们重大的一个建设 我们花莲县的包括 铁路双轨电气化的部分 以及花莲火车站南侧到极安 木瓜西桥铁路立体 立体化的高架建设的工程 是我们地方最大的一个建设 那老百姓也希望说 希望能够把双轨电气化的部分 跟高架铁路立体化的部分 合而为一 不要做两次的工程 那县长也同意 在整个立体化的部分 如果现在做评估案的部分完成之后 尽快的送给中央 是不是将来有机会 因为双轨电气化要到 117年的4月才完工 那北区这个部分 北段这个部分 是不是将来能够 跟立体化的部分来做进合 把它合在一起 这是我们深缺的期盼 县长也同意尽快的做成 再次的完成我们的评估之后 尽快的送中央希望争取最大的预算 也能够用精简的方式来做执行 不要这样浪费勾搭 做了两次 能够部分的部分 能够来做合并 这是我们地方 相信一直期盼的铁路高架的部分 以及我们双轨电气化 尤其是极安的部分 因为铁路高架之后 我们的土地可以缝合 以及我们排水的部分 山枝排水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能够做为 适度的一个改善 社会馆的部分 现在又要做什么 什么青年住宅 社会住宅 那社会住宅的部分 那进来居住老百姓 是不是更多呢 那本来空间就不足 它地下室的没有办法停几台车 包括我们教室会馆前面的 我们的活动空间 我们的活动空间的部分 场地也是小 如果再开一个车道 其实没有停在几台车 所以整个空间的部分 是不是将来作为 适度的一个规划跟检讨之后 能够来建制 提供整个地区的一个停车空间 以及北昌国小家长 在接送小孩 这么多孩子在这边读书 整个空间的这样的规划 我相信可以大大的提升 我们北昌村的一个公共空间 弥补它的一个不足 那因为今年没有顺利来争取到预算 来建制我们中原排水的部分 包括吉安西它汇流地方的断点的部分 那个桥梁防灾的时候 强灾的一个桥梁的工程 那我希望县政府在明年继续 向中原来争取来建制 我们中原排水跟我们吉安西汇流 让整个吉安西的部分 能够更完整 希望他能够做 最起码先把规划做出来 规划做出来之后 我们后面去征集预算经费 就有一个招募 所以县长他也讲说 已经规划的部分 包括道路的公告都已经完成 那后段的部分 环兴如果有信 在下一届能够继续来做连任 环兴会更努力 达到中正路最后一段 能够把它建制为城 从我们东西向 我们芝塔县道路 一直延伸到华城路 来改变我们整个 我们永新道乡 以及人安人和跟干城 跟光华 这个地方南边的一个发展 今天环兴表示 由于大吉安地区开始 迈入经营成长了 北昌村是全乡密度最高的地方 提升问题也请县府 能够加以规划来解决 村民的生活空间 另外双回高价和部分 也请县府能够尊重民意 来促成地方的需求 记得请愿望 欢迎收看